121 香港經濟日報 專訪 港人港流喜會議案作賞車 2015年7月15日地產要問 01泥換城市區細單位有駕有市 防協其客場沙灣喜會趁勢推銷,並將原用港人港流的原則發售 並為買家提供議案優惠,以滿足首次置業人士的置業需求 金水線開放市委與傳媒參觀,每人限購一夥抽籤形式受訪協總經理 市場事務,黃錦勝接受本部訪問時指出 《喜會的售價水平》會參考去年推售的起營及起穩的售價水平 當時平均實用面積尺價約1.2至1.3萬元 然而經過大半年時間,市場已經有一定變化 加上時次推售的喜會,有其特別的賣點 例如擁有如4萬呎的商場,及1.6萬呎的住宅會所 而且設有室外泳池,相信會受年輕置業人士歡迎 防協過去推售數個項目,均以港人港流方式賣樓 試次推售喜會也會沿用此原則,而且只限私人名以入市 以抽籤形式發售,只限一人購買一個單位 至於項目推售數量方面,黃錦勝坦然,防協一貫配合政府增加 住宅供應的大方向,試次推售喜會 在單位數量上一方面會跟足一手銷監局的規定 另一方面,在加推單位時也會盡量滿足市場需求 今開示範會與傳媒短期開價黃錦勝優惠 防協在深水域諾A-F-1區先後發展數個新盤 包括起雅、起營、起雲等,據過往經驗所得 市場對於二房細單位的需求相對欣切 試次銳意增加起回細單位比例至80% 面積介乎498至525平方尺 而一房單位則佔14% 面積391平方尺起,黃錦勝強調 防協不會為壓低入場價格而刻意設計迷你單位 一定會設計合乎人性的居住面積的單位與置業人士 故起會最小單位都會有獨立睡房及廚房 除了面積合乎人性化外,黃錦勝優惠 起會在用料方面也有所提升 起會上週五7月10日,以上再留書 並分批與地產代理行舉行誓師 今開放事份單位與傳媒及代理參觀 將於入內公布首張假單 請不要尼敬 elsatori